大家好,我是Tom Nito音乐的vocalist之一 前几天在网上搜寻诗歌的时候 看到一首名叫《神未曾应许》的诗歌 诗歌中的歌词写到 神未曾应许 天色常蓝 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慢 神未曾应许 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 神却应许生活有力 行路有光亮 做工得安息 试炼得恩助 为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爱 这首诗歌让我想起起初信主的时候 神听人说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个信心的信仰 那到底什么是信心的信仰呢 难道就是有求必应 还是要一个无风无浪的生活 若不是 这信心又如何才能建立和成长呢 2018年中 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导致许多从中国入美的产品 进口关税 无故地增加了25% 我与其他在美国的商人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两年之间 与客户和工厂之间的协调 终于可以转亏为盈 但是没多久之后 又遇上了世界性疫情的爆发 从中国的工厂停工 到原料和劳工成本的加增 从美国市场停摆 到如今许多的物料短缺 和海运成本加增高达数倍之多 这样等等的挑战 这已经不是单单这一季 或者是今年是否赚钱 还是亏本的问题 相信做中国进口贸易的人都知道 每天光要应付这些问题 就足以让人有一个头三个大的感觉 在这段时间里 我也不缺少祷告 但是问题好像总是依然不断 就好像是生活在天色不蓝 花也不香的景况中 可是就像那诗歌歌词中所说的 神虽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 花香常蜿 但是应许我生活有利 行路有亮光 做工得安息 神总会是在我感到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 为我开一条出路 好叫我能承受得住 可以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 如今我回头看 其实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和问题 都成为了我信心成长的踏脚石 是为了要叫我倚靠神的信心可以成长 神如何在2008年 在泡沫经济风暴中 拖住了我 使我有信心 倚靠神 面对关税的挑战 当我信靠神走出关税挑战之后 我就更有信心 神必会在疫情和市场的变动中保守 也必会赐我 购用的恩典 来面对物料的短缺和运费成本的加增 以及一切其他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因为昨日所经历的恩典 要成为我今日信心的根基 更是我明日盼望的缘由 亲爱的朋友们 你现在也正在经历生活中的挑战吗 让我们一起数算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主恩典 让这些恩典成为我们今日面对环境的信心根基 因为爱我们的神 昔日如何帮助我们 今日他也照样要成为我们的依靠 不止如此 神也要成为我们明日的盼望 因为神是习在 经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愿上帝祝福大家 有一个经历神 依靠神 信心成长的心动时刻